花蓮市不排隊美食市集結合露天電影院 26號的傍晚是在中山公園熱鬧舉行了 多家知名美食攤位一次排開 是與上千人席家帶券到場藏鮮 還有親子在草地上攜地而坐 欣賞電影 環境讓人好放鬆 市長威家宴特別到場和市民朋友們 一起來享受愜意的午後時光 花蓮在地人最推的必吃民店 在中山公園一致排開 擺起攤位 販售各式風味美食 周邊還有文創小物及DIY手作等等 吸引現場人潮若一不絕 氛圍布置還蠻舒服的 然後還有音樂啊 然後這麼多排隊美食 今天都不用排隊我覺得還不錯 很新鮮啊 很神奇 所以就來看看 打破傳統的市集湯味 這會讓民眾免排隊 就能吃到民店的好吃味 不管是熱食 甜點 蔬食 通通任君挑選 他們攝影場像是米當啊 阿成的這些都是花蓮非常有名的 然後這次邀請他們 是一個符合我們的主題 花蓮不排隊美食市集 就說大家都要排隊了 我們不是辦事集 一次在那邊排好就好啦對不對 一次可以收集那麼多有名的店家 花蓮市公所辦理的 不排隊美食市集結合露天電影院 而16號下午在中山公園聖大舉行 吸引上千人席家帶券道場藏鮮 還有親子在草地上席地而坐 欣賞電影環境讓人超放鬆 那鄭崇森理事長也 他在網路上的一個化名是我們跳樂宅男 是非常具有全國知名度的一個美食部落客 那由他來辦理這樣的活動 其實對我們不管是在地的市民 或是我們觀光客 都非常有大的幫助 那其實很多的我們美食 其實要排隊 可能會讓人家等得不耐煩 那今天在我們中山公園 其實就有十多攤的美食活動 那希望說大家能夠一起共襄盛舉 那晚間我們也有露天電影院 會播放兩部電影 也希望說爸爸媽媽 然後帶著孩子們能夠來嘗一下美食 也可以來晚上看一下我們的電影 同時8月26號是逢國際狗狗日 現場也邀請到華蓮人流浪貓狗志工團 進行任養活動 毛孩們活潑可愛的模樣 讓不少人聚集圍觀 而身為愛狗人士的魏市長 也借機向大眾呼籲 以領養代替購買 歡迎民眾是支撐能力 為毛小孩找一個幸福的家 記者 徐立芹 華蓮視報導 我們也有羅勞 寢查看 發生 高